他可能在遇到某些人的時候 他的心裡面會非常想要罵髒話 也可能是一些猥瑣的 或者是跟性有關的一些影像 他會自己覺得說 這些想法是不對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克制自己想出 這種事情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下下 歡迎收看今天的夏蜜會 讓我們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一起來看看今天要聊夏蜜會吧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大大影響我們的生活 也間接造成強迫症患者逐漸增加 但其實強迫症可能早在不知不覺中 深入每個人的日常 每一次這次就要帶大家來深入了解 強迫症這個症狀 別讓這些無形中的束縛 嚴重影響了你的生活 讓我們歡迎俊傑心理師出場 大家好我是曾俊傑心理師 我們經常會在戲劇中 見到較為誇大的強迫症狀 但實際上強迫症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像我們一般人其實都會有一些 自己的規則或者是說自己的一些儀式性行為 比如說我們可能早上上班之前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我們一般人可能早上趕時間來不及買咖啡 那也就算了 但是對強迫症而言 他如果沒有辦法買到咖啡 他可能這一天都沒有辦法開始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行為背後 有沒有一些特定的焦慮 或者是說這些行為本身的彈性 以強迫症的例子來說 他其實在這些行為上面 會有感受到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他們沒有辦法去避免 沒有辦法去抵抗 強迫症他會有強迫思考 跟強迫行為 那什麼叫做強迫思考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謂的強迫思考是突然出現的 然後持續 而且你沒辦法中斷 沒辦法去抵抗他的一些想法或念頭 最常見的呢就是害怕髒 或者是細菌的污染 再來呢 某些事情必須非常的有順序 非常的有條理 或者是說你可能會有數數 或者是想要撫摸東西 觸摸東西的一些衝動 那最後也比較常見的是 你可能會有一些道德上面的想法 他可能在遇到某些人的時候 他的心裡面會非常的想要罵髒話 那也可能是一些猥瑣的 或者是跟性有關的一些影像 或者是衝動等等的 他會自己覺得說 這些想法是不對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克制自己想出這種事情來 其實我們心理學上有一種白熊效應嘛 當我說到 請你不要想一隻白色的熊的時候 你心裡面就一定會想一隻白色的熊 會 所以 那我們一般人可能想到一些不好的念頭 一下子就可以過去了 但對於強迫症的患者來說 他會不斷地去回想這些事 或者是不斷地冒出來這些想法 像是潔癖也算是強迫思考的一種 潔癖的話比較像是強迫行為 那我們就可以來繼續說 強迫症患者也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強迫行為 儀式性的或者是有一些某一些規則的一些重複行為 大部分的強迫行為都是為了去緩解他的強迫思考所帶來的焦慮 比如說他的思考上面會說 如果我做的不好 我喜歡的人或者是對我很重要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遇到一些災難 我們在臨床上有遇到一個個案 他起床的時候 從床走到他的門口 一定要走12步 如果超過或者是少於12步 他就覺得他的父母可能出門會遇到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每天都是花很多的時間在起床 然後走到他房間門口 強迫行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除了我們外顯性的行為之外 也可能是我們心裡面的一些心智活動 比如說有些人他看到公車號碼 如果有7的話 他要在心裡面莫屬就是12345 加上莫屬24 這些莫屬的一些強迫行為 這個在外人的眼中看起來可能會覺得很怪 可是他其實背後有某一些的 他自己害怕的焦慮所在 他會擔心如果他沒有數數的話 他可能會遭遇到很不幸的事情 那這些都會是一種強迫行為的展現 那像是這種的束縛 一般我們是怎麼樣去產生的 目前臨床上來看 其實還沒有一個定論 他可能是突然出現了 你真的要問他是為什麼 他其實也沒有辦法跟你說 現在比較發現有可能的影響的原因是遺傳 那再來是跟我們的腦中的一些 神經傳導物質有關 當你腦中的血清素的濃度啊 比較不協調的時候 也可能會產生這些強迫性的想法 那最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跟我們的性格 天生的性格 有些人他就是比較完美主義 必須要遵守某一些規則 也比較容易焦慮 所以這種人也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強迫思考 平常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自我的評測 到底有沒有強迫症的症狀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檢測步驟 強迫行為或者是強迫思考 對你生活、學業、工作、社交上面的影響程度 到底有多少 中間有分成完全沒有輕微、普通、嚴重 或者是影響到非常嚴重 那觀眾朋友可以自己評測看看 完全沒有是零分 那非常嚴重是四分 那第二題呢 就是你是不是曾經有企圖想要去壓抑它 或者是說想要去抵消這些想法的行為產生 第三個是上述的情況有沒有耗費很多的時間 比如說每天消耗一個小時在做清潔 第四題是 你是否覺得這些難以控制的思考或行為是不合理的 當這四題您得到的分數算起來 超過八分或者是等於八分的時候 有可能你就有一些強迫症的狀況了 那我就會建議你去找專業的心理師 或者是專業的醫師做一些評估 其實這是一個很常見的迷思 強迫症周遭的親友 或者是周遭的一些不認識的人 當他在看到這些強迫行為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覺得 這個人是不是很龜毛 他有很多的規矩 毛很多等等的 可是其實對強迫症來說 他是非常痛苦的一個症狀 並不是他真正的個性上 所展現出來的一個樣態 當他這些念頭產生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控制的症狀 可是如果你能夠去了解他背後的一些焦慮 或者是他背後所產生的一些很災難性的想法 其實你比較能夠去通理他 比如說像是很喜歡某個偶像團體 就喜歡把家裡的所有擺飾 全部都以偶像團體的代表色來做成色 那請問一下 這種是醫學所指的強迫症嗎 很多人他們在收集偶像的周邊商品 他其實想要的是能夠跟偶像更貼近 他可以從這些行為裡面驚艷到愉悅感 驚艷到快樂 可是真正的強迫症呢 他是沒有辦法從他的一些強迫行為 或強迫思考裡面得到開心的 而且他會覺得這些行為非常的不必要 然後他甚至會覺得這些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日常生活中 如果小小的強迫症好像是無傷大癢 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才需要就醫呢 其實如果說你覺得你的強迫思考 或者是強迫行為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你的生活了 我覺得就必須要去就醫 有幾個判斷的標準 第一個就是說必須造成你主觀上面的痛苦 當你覺得說這個行為 這個思考已經讓你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你有主觀上面的排斥 主觀上面的想要去壓抑 不想再繼續做這樣的事情的 這個是第一個 你主觀上的痛苦 第二個是你必須每天都花很多的時間 在這個行為或思考上面 你可能洗個手就要洗一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你光洗手就沒有辦法出門 沒有辦法工作 沒有辦法交朋友 沒有辦法去做你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呢是說 各個領域裡面 比如說你的工作 你的學業 你的人際關係 你的生活 有很大的功能上面的障礙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去就醫 或者是尋求專業的協助 那請問一下這個通常是要看什麼樣的診所或是科比 你可以到大醫院去看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 你也可以到一般的身心科診所 或者是心理治療所去做一個評估 在台灣主要目前主流還是屬於藥物治療搭配心理治療為主 那藥物治療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使用一些抗憂鬱劑 讓他的一些焦慮感能夠下降下來 可是其實藥物並沒有辦法完全的根治他的一些強迫行為 或者是強迫想法 這個時候就要搭配心理治療 最常使用的就是認知行為治療 所謂的暴露與不反應 例如讓他的手去摸一些他覺得很髒的東西 然後不讓他洗手 好痛苦耶 是 那個治療過程是一定會的 可是呢 也正是因為要讓他體會這種不舒服 讓他體會這種焦慮 其實是會慢慢的下降的 那同時搭配藥物的治療 藥物能夠讓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體會到的焦慮越來越少 退的感覺越來越快 那一旦你要接受治療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建議你必須下定決心 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把治療持續下去 國片怪胎就是以強迫症患者為男女主角的故事 男主角的強迫症竟然因為一次偶然 然後不要而遇了 是不是強迫症會因為一些因緣巧合 然後就剛好被戒除了呢 這個其實在臨床上面的案例非常的稀少 因為你可以想像強迫症 它是一個比較慢性的疾病 它不是說某一天突然出現 你就有了這個強迫症 你內在的一個認知的建立 其實也是這樣子 一磚一瓦的慢慢的疊起來的 所以你說要真的因為一些 偶然的機會把強迫症治好 那個狀況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我目前遇到的都比較少 所以強迫症還是要去尋求專業的心理治療會比較好 的確是 因為強迫症你可以想像 它就是被它自己的強迫行為跟強迫思考給困住了 如果它真的能夠自己從裡面跳出來的話 我相信它早就出來了 也不會這麼的痛苦 現在裡面無可自拔 有七成的強迫症患者 它在治癒之後 會在經歷復發的階段 可能會比之前還要更嚴重 是不是 有可能就是說 它生活的壓力變大了 讓它產生焦慮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壓力跟這種焦慮的情況 其實會比它原本的那個狀況 再更嚴重一點點 所以它可能復發的狀況 也會比較嚴重 但是也不一定啦 有些人它可能復發就是一個小小的 一點點小小的復發 它就很緊張 溝通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第一點就是 必須真心誠意的去支持患者 它這些症狀其實對它來說是很不舒服的 也不是它的性格所產生的 你能夠打從心裡面去同理它 能夠去支持它 對於患者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是 當你在跟它互動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盡量的 減短你的話語 盡量講重點 避免去 講太多一堆 哩哩哩哩的 這樣很可能會造成它的焦慮 也可能造成它 不知道重點到底在哪裡 那第三個是 其實你可以鼓勵它去尋求一些專業的協助 或者是醫療的幫助 那如果這三點都有做到的話 其實對於患者來說 你就是一個很棒的好朋友或者是好親友 謝謝俊傑心理師的解說 所以強迫症患者呢 不要害怕接受治療 也不要覺得說 因為會接受治療就顯得好像我們與常人不同 其實這只是為了更好的自己而努力而已 所以呢大家共勉之 那我是夏夏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辛苦了 辛苦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